這間好宅熊山 被殺了一種最兇的寶妖 我之前跟大家看過被詛咒的影片 還有一些被進播的音樂 跟最詭異的電影 那我今天要來帶大家看的是呢 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張禮儀照片 為什麼他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因為他們背後都帶有非常真實 而且非常神秘的背景故事 大家記得開電燈 然後還沒有天聊的 現在跟大家介紹的第三名 就是這一張1959年 在德克薩斯州 Cooper家族的團體照 他們當時呢 搬入了這個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新家 順手拍了這一張團體照 你們覺得看起來很正常對吧 兩個女人配上兩個小孩 但你們看喔 我會把它拉遠看 有沒有看到左邊很明顯 有一個像人的東西 是倒吊在天花板上的 這張照片至今人被大家廣為流傳 有教會的牧師說 這個亡靈 是當地的地府靈 也有自身照片親友的人出來說 這些照片的人都已經失望了等等 甚至還有攝影大師出來證實這張照片的真實性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蠟燭 它的影子其實在後面的 就被大家在一個一直猜想 然後非常神秘的色彩中 繼續保存到現在 為了講求真實性 很多人就會起來 去驗證這個照片 到底是真還是假 就在2013年呢 Exical的這個論壇 有人出來現實說法 他說 我是Cooper家族的後代 我爺爺他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突然有一句 屍體從天花板掉下來 我爺爺自己運動還永生難忘 但他也不想知道是什麼原因 只覺得令人模糊悚然 欸 替他這樣講 好像似乎有那麼一點道理 但是呢 重點是他也提不出來任何的證據 所以2015年的1月 就一名叫做Mike West的網友 在Metabag的網站上 架設了一個 調查Cooper照片的論壇 想要跟眾多網友一起討論 這張照片的真實性以及線索 接著就非常有趣囉 就在同年的5月呢 有一名叫做Raptor Cooper的網友上來回覆 他說 我的哥哥 有發了這個論壇的連結給我 我感到非常的沮喪 難過 沒錯 我們就是照片中的這兩個男孩 這張照片的確是在1959年拍攝的 但我的母親有一個習慣 他會扔掉他覺得不喜歡的照片 因此我有很多類似的照片 我感覺不可思議的是 有人拿到了這一張我母親扔掉的照片 還虛構了一場不存在的故事 最後我們的姓是Carper 不是Cooper 我很好奇到底是誰 惡意的這樣子做 對 這個網友呢 他說完這段話之後 又附上了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記住看到 確實這兩個男孩跟他附上的照片的男孩 真的是蠻相似的 而且照片中的蠟燭 長得剛好一模一樣 在這時候另外也有人提出 把照片轉過來看 會發現這個倒掉的亡靈 正是一名拔淚舞者 又另外有攝影大師出來說明 這名網友提供的照片 他的畫質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這個同樣時期拍攝的黑白照片 為什麼畫質卻那麼差呢 代表他被二次加工過 另外我自己也有發現 的確 這名鬼魂如果他是倒掉的狀態 他脖子上的相簾 應該也是要我下掉的啊 不可能說他戴在脖子上 哪要是用膠水黏住的這樣 很怪 不過論壇的最後呢 又我有提出來質疑 他說這個房子才1948年 就已經被他家的家族給購買了 而且之後再也沒有其他人能入住過 照片中這兩個小男孩是他的爺爺 至今他爺爺已經63歲了 也有在同他的網友說 也對 畢竟一個60歲的老人 但是不會上論壇去反駁這些 無意義的論點 所以呢 這樣照片 到底是不是聯義 嘖 可能因為是個不利啦 接著我們拿的是 這張照片 海洋大道112號住宅 1974年的11月 羅納德德菲奧在裡面 槍殺了自己的父親 兩兄弟 以及自己的妹妹 後來警察來調查的時候發現 所有屍體 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 而且臉是朝下的 最詭異的是 而非要去聲稱 這些舉動不是他的志願 是那些鬼魂 叫他這樣子做的 事情就這樣平息到了後來 2000年左右 有一對夫妻 George以及Ruth 他們看上了這間房子 儘管仲介告訴他們 之前這裡有多恐怖 但由於Ruth 特別喜歡這間房子的後院 泳池以及外面的海景 他們就立刻買了下來 接下來啊 他們入住之後 才真正發現到 這個房子 到底是多麼的恐怖 比如說他們會在晚上的時候 看到牆壁上 有惡魔的半張臉 還有綠色的黏稠液體 從門縫中流出來 家中會有不知名的小男孩 在半夜的時候出現 自己打開他女兒的房間 甚至是家裡的狗狗 會像仲邪般的一直亂叫 他們聯絡警方 也求助無門 畢竟這種事真的非常的扯 所以最後他們就找上了 專門調查超自然的團隊 有趣的事情來了 這個超自然團隊來了20個人 他們設了好幾台相機 定時的拍照 想要監控家裡的狀況 那有趣的是 他們拍到了下面這個畫面 這個時候大家還在懷疑 這個小孩是不是 超自然團隊中的其中一員 或者是 家庭成員中的其中一員 沒錯 當天的確有一個小男孩 叫做Paul 不過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 這個Paul跟照片中這個 恐怖的小男孩 他們的襯衫 的確是有點不一樣 或許是照片拍得不清楚 那也就算了 但重點是屋主的小女孩 他說了一句 非常令人矛盾手的文化 看到這個小男孩照片之後 他說 這個小男孩 就是第一天 我搬進來的時候 跟我玩的那個小男孩啊 他的名字叫做吉恩 我們翻回以前的那個歷史看 我們會發現 吉恩就是1974年 這間好宅凶殺案 被殺人的最新的爆料 那我們要介紹最後一張最著名的禮儀照片呢 就是Weaverley療養院 可邪過度擁擠 人手不足 不到的扭曲療法 Welcome to William Health Sanatorium 沒錯 這個就是致力於治療肺解核 Weaverley療養院的宗旨 他是當時全美最好的一家 治療肺解核的醫院之一 早在現代醫療抗生素被發明以前 這間醫院提供了當時唯一可以治療肺解核的方法 新鮮的空氣跟自然的陽光 對 我也覺得很嚇 但實在就是這樣進不來 你們可以看到 患者們真的都是 每天都在曬日光 似乎空氣真的也滿新鮮的 但這間醫院有什麼不好的呢 就是當時一些比較嚴重的患者 他們除了這個新鮮空氣的療法 他們還要接受一個比較新潮的療法 對 儘管成功率只有5% 他們會把病患的肺部切開一個洞 注入新鮮空氣 然後再縫起來 甚至是把肋骨切掉 讓肺可以呼吸的範圍變大 他們留意就是覺得 肺解核的產生就是因為沒有新鮮空氣導致的 就是一個過於直接 卻沒有什麼根據的療法 就像我這邊很痠 我就在這裡 那按完之後還是痠 就是這種感覺 甚至還有什麼水療啊 等等一些很奇怪的做法 導致裡面的病患 就像白老鼠一樣 一一的被實驗完之後過世了 而這些病患過世之後 他們是送去哪呢 有一條隧道 他們會把病患的屍體 從隧道頂端 讓它往下滑到地底下 開車偷偷的載走 就是為了怕驚動其他的病患 所以啊 這間醫院 後來因為這些事情 就倒閉了 之後呢 他也就變成一個 非常知名的探險頂點 也就吸引了很多喜歡探險的人 就在那邊探險拍照 那其中 有一張最有名的免疫照片 就是這一張 5024的護士 這名護士在當時 懷孕的狀況 不巧的是 他也同時感染了肺結核 所以他入住在這個5024裡面 跟大家一起享受 日光一個新鮮陽光 但是 畢竟他是護士嘛 他知道這樣子 不可能治好 所以他就在這個5024裡面 上吊自殺了 過世之後的狀態 非常的慘不忍睹之外 他肚子 還是凸的 很多去探險的人 也都親眼目睹過 這個肚子微凸的秘密子 我們今天的世界著名的免疫照片 就介紹到這裡啦 那一張免疫照片 都有他非常獨特的神秘色彩 不論是大家從這種 未知的東西 尋找到樂趣 或是從探索未知 尋找到成就感 都很好 這些照片裡面 我更發現的是 我們人啊 真正能夠了解得很清楚的事情 只有我們周遭的事物 譬如是你的同學發生了什麼事 你的朋友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了解到這世界上 甚至是其他較遠一點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能透過別人來訴說 比如說我跟你們訴說 或是新聞來訴說 網路的社交媒體來訴說 那這些資訊 其實都是片段片段片段拼湊起來 有真有假 那真的得靠我們自己去篩選去過濾 所以人家真的說 地球真的就是地球的村馬 大家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需要以妹的去相信 因為很多時候 或許他們背後是有一堂的 自己要懂得去判斷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